拿起锄头就种地,放下锄头就唱歌 在云南省昆明市复明县的满满群商之中 有一群拥有天籁之音的苗族村民 他们组成了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 以西方美声唱法演唱世界名曲语于南省歌 屡次登上国际舞台唱向深山里的巴洛克 2002年,小水井合唱团在复明县小水井村成立 在这个只有140多户人家的苗族村落里 村民们从小就跟父辈学习唱歌 团展张晓明介绍 18世纪来自西方的音乐传入小水井村 当时正是巴洛克艺术风格最为兴盛 并诞生歌剧与美声唱法的时期 美声合唱通过口口相传 在小水井村传承至今 张晓明表示近百年来西方合唱艺术 经过不断发展和演变 而小水井却保留了最传统的美声合唱技巧 由此吸引了不少国外音乐学者到此寻根 我们这些苗族以前是唱的那种 我们叫的原声态的那样的一种唱法 很高亢很明亮的那样一种唱法 然后现在改用了这种传统的美声唱法来进行演唱 他们用原声态的这种声音的话 它的发声是比较淳朴的这样的一种浅发声 然后它又和我们美声唱法这样的一种发声 是通过胸腔共鸣 腹腔共鸣和头腔共鸣 来发声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进行了一种结合 那么这种结合就很奇妙 2004年小水井合唱团首次通过电视节目 在中国观众面前亮相 随后同俄罗斯爱乐乐团在北京大学合作演出 从此不断登上愈发广阔的舞台 2018年小水井合唱团应美国纽约爱乐乐团 英国伦敦爱乐管学乐团邀请 前往美国 英国参加中国新年音乐会 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的费舍尔大厅 英国皇家节日大厅等剧场进行了16天演出 除了世界名曲 巡回演出曲目还包括《小河糖水》等云南民歌 向各国观众展现云南民族文化 演出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给我们所有的这些西方的我们的外国友人们 就感到非常的新奇 那么看着他们的长相 看着他们穿着的少数民族的服装 但是当他们一张嘴唱的却是最为传统的那种巴洛克音乐和美声唱法 这就会让他们大感奇妙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反差 所以在我们演出的现场过程当中 很多我们外国朋友都说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 让他们非常的新奇 也让他们非常的感兴趣 同时呢他们也非常认可 当合唱团走向世界的同时 小水井村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施 小水井村民都盖起了专房洋楼 合唱团也有了演艺厅 如今小水井村发展种植蔬菜200余亩 邻果1000余亩 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3万元人民币 5月19日 小水井合唱团在村里举办了成立20周年庆典 张晓明表示 未来会尝试网络直播 短视频等全新形式 让更多观众听到小水井合唱团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影像 Polizei弅声 düny温 interestingly